《房子交開》這波提到 以前跟吳宗憲合作的時候 讓他一頭霧水 因為旁邊身邊女性眾多 導致他的愛情觀有負面影響 甚至語出驚人 說吳宗憲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 來聽一段吳宗憲的稍找說明 好 那可以聽到吳宗憲除了澄清欠錢的說法之外 關於說提到吳宗憲開槍他每次金鐘獎入圍意見都不少 對此吳宗憲也回應說那都是配合效果而已 對於黃子交的失控行為 他也為他加油打氣